朋友们 我真的是震惊了 我刚刚一上抖音 好多人爱着我 说被坑了四万块钱 好多人被我坑了 我当时还蒙了 我就良心自我检讨一下 我还没干过那个事啊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是网上有一个热点的事件 那个人好像是卖二手车的 坑了人四万块钱叫老万 然后我又叫老万房车旅行 所以大家都跑到我这来了 我郑重声明一下 本人行的正做的直 从来没坑过别人四万块钱 我是房车老万 请大家区别对待 拜托拜托